民眾黨直播小草扣印氣到爆粗口 讓主持人李鼎麗很尷尬 支持者直接點名民眾黨台北市四席議員 被點名的四席議員其中兩人林鎮與陳佑辰 跟著蔣萬安訪美對著鏡頭開心筆葉 為大巨蛋取經 看起來心情跟行程 都不受黨內紛擾影響 關鍵時刻 不在國內助政 黨內幹部林昭穎喊話小草 這番話更像是說給議員們聽 期到拍桌 事隔兩天說抱歉 說自己沒有惡意 但黨主席遭羈押 黨內群龍無首 二零二六選戰還沒開打 陸續傳出基層黨員酝酿跳船 我們的支持者不會只有小草 其實當初有多少民眾是帶著希望說 我們真的可以做到超越藍綠 然後相信你柯文哲一次 我們真的信用破產 破產的不是只有民眾黨 不是阿伯的人格信用破產 是整個黨的黨公子全部都賠上 臺北市黨部前主委蔡婉晴 與眾心腸 也有民眾黨前立委坦言 最大衝擊就是下一波想選地方議員黨員 民眾黨的招牌還好不好用 成為判斷基準 尤其換過政黨的人最容易鬆動 憂心忡忡 似乎也為民眾黨泡沫化危機 買下伏筆 下令新聞 張一銘 黃美如台北報導 謝謝你 匯爭